当朝皇妃为了得到眼前的帅气男人 竟然不知羞耻地脱起了衣服 随着丽秀公主的声音传出 大量的东厂场位聚集而来 见到了中了弥香高的断天牙 将她当成了侵犯皇妃的采花贼 郑德皇帝得知此事龙颜大怒 痛斥断天牙假公祭司色胆包天 当真是叔叔可忍神神不可忍 应当将其立即斩首 曹正纯更是落井下石 想出了一个对付断天牙的好办法 要郑德皇帝将断天牙交给东厂处置 曹正纯不可谓不恶毒 竟然要将断天牙阉割成太监 郑德皇帝闻年龙颜大怨 认为这是对断天牙最好的处罚 当即同意了曹正纯的方案 划分两头 承世妃在太后的帮助下 修炼了少林寺的排毒大法 逼出了部分石箱软骨散的毒素 承世妃虽然炼成了排毒大法 但是却需要大量的水作为媒介 于是趁着守卫来送饭菜之际 祈求守卫给他喝水 守卫文言有了戏弄之心 拿了一大壶茶水过来 将其全部灌给了承世妃 结果导致承世妃喝得太饱 反而无法炼成排毒大法 就在承世妃失去信心之际 太后出言鼓励起了她 承世妃听到太后鼓励的言语 顿时觉得丹田一热 连忙让太后别停 继续赞叹她的优点 太后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 说出了这辈子能想到的所有赞美之词 夸奖承世妃是大英雄大豪杰 将承世妃给吹捧上了天 承世妃感觉自己犹如神柱 瞬间炼成了排毒大法 恢复功力的同时 震碎了困住她的大坛子 成功啊 陈少侠 我们成功了 想不到这种武功这么厉害啊 你怎么还躺在地上 老实说 我其实起不来的 承世妃虽然解开了十箱软骨散之毒 可她的四肢中了分金错骨手 全部折断根本无法动弹 幸好承世妃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恢复的好办法 她运起魅力喷出喝下的茶水 整个人好似漏气的皮球 在房间之中来回弹射 利用弹射的力量接回四肢 总算是恢复了行动能力 紧接着她来到太后的面前 一掌击碎大坛子将其救了出来 谁知两人刚刚脱困 就差点撞见了乌安 乌安来到房间中的药柜旁 从药柜里拿出了化骨粉 要手下将其撒在路上 做好替力秀公主断后的准备 承世妃心知不除掉乌安 她和太后根本无法离开国宾馆 于是将目光看向了化骨粉 想出了一个对付乌安的好办法 她把太后安顿好后 故意前去挑衅起了乌安 乌安被承世妃成功激怒 施展轻功追向了承世妃 要杀了她以泄心头之恨 我叫苏武神功 行了 无罪狗来吧 无罪狗来吧来吧 乌安中了承世妃的算计 大剂量的化骨粉更胜浓硫酸 腐蚀性极其的强大 瞬间将乌安化得连扎都不剩 堂堂一大高手就此憋屈的领和饭 与此同时 龟海一刀来到东厂大牢 轻松解决了大牢守卫 将断天牙给救了出去 铁胆神猴笃定丽袖公主会在今晚动手 于是命令龟海一刀救出断天牙后 再去皇宫对付丽袖公主 只要揭穿丽袖公主的真面目 就可以替断天牙洗清冤屈 画面来到皇宫 郑德皇帝认为丽袖公主受了委屈 刻意前去安慰丽袖公主 结果看到丽袖公主的容貌后 当即惊为天人 于是他不顾曹正纯的反对 执意要和丽袖公主共度春宵 丽袖公主找到了最好的机会 趁机刺杀起了郑德皇帝 一脚将郑德皇帝给踢倒在地 女神 我不就是丽袖了